两名冤警小心翼翼把已经装箱物品 谨慎包进毯子里 在高雄三名区春阳街 这一处防火箱内发现的是这一个 疑似爆裂物绿色手榴弹 藏在防火箱管线下 清洁人员扫地发现下的报警 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收网抓人 在停车场遭警方逮捕男子 就是放置爆裂物嫌犯 监视器拍下男子来到春阳街上大楼找朋友 观望一下后走进防火箱 把手榴弹藏在巷内再走出来 警方清查男子和朋友的身份 两人都是通气犯 藏在巷内爆裂物 有绿色塑胶壳和隐性装置 内部疑似装填烟火的火药 杀伤力等待鉴定 警示该爆裂物外形 为一般的手榴弹的外观 那外表为塑胶材质 一端留有隐性 内部已有填充火药及其他物品 经调阅周遭监视器影像 那分析锁定清查范围后 认为朱贤黄贤色有重贤 警方在嫌犯住处还查获毒品 和瓦斯枪等刀械 声称为了防身买来爆裂物 又担心遭到查庆 先找地方把手榴弹藏起来 费尽心思遭防火箱清潔人员 发现报警 嫌犯和买来的爆裂物 还是进了警局 三地新闻 柳安静 王毓文 高雄报导